杨志良呢在正式的宣布请辞之后呢 一直都没有对外谈到了请辞的理由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看到中午所发生的声明稿之外呢 另外到了晚上 他是低调走出了心理官社了 面对了媒体他说 健保没有办法继续的推动 和选举是绝对破不了关系 头戴鸭舌帽穿着厚外套 一直没有正式露面谈词官邻由的杨志良终于出现 您觉得健保没有办法找是因为选举的关系吗 跟选举一定有关系 是不是一定是选举我不知道 有人说这根本没有隐藏到选举啊 可是有人一定会这样说 这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这方面的选举专家 强调您的选举是政策推动的致命关键 健保长不了 眼看年底就要破千亿赤字 干脆挂罐球去 那才闹是否参选大台南杨志良笑了 我也不会去选举 我真的看到说开个玩笑时候去选台南 我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也有亚裔也有说我有这么伟大吗 会考虑吗 你想看我怎么可能去选举 我不姓叶我姓杨 言辞暗奉叶金川此官贪选 但卫生署长这位置谁来接 让您说您推荐叶金川 那是开玩笑的话 希望他入口坑吗 这个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这是开玩笑的话 打电话给他或者是他有慰问你吗 他在身上电话不同 才从叶金川手上接下沉重担子 杨志良如今准备交棒 看似和叶金川的深仇大恨 到此为止 但吴敦义好话说尽 杨志良一时之间 恐怕也没能这么洒脱的离开 祝您喜欢黄一群 欢迎开北 再见